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男族 确实让很多人伤心不已 中国女排是团结拼搏的象征 而男族似乎成了不争气的代名词 前几天国族在热身赛中居然被巴勒斯坦队逼平 这几乎让人绝望 很多球迷表示国族让人绝望的不是进不了世界杯 而是全世界没有一支球队 是国族不敢输的 国族队员虽然被骂得很惨 不过他们的腰包却是女排队员比不了的 随便一个球员道 年轻估计是女排国家队主力 整个职业生涯收入的总和 中国女排不仅仅是中国体育界的旗帜 而且还是拼搏精神的象征 今年来世界第一助攻守朱婷 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接任其一届女排队上的朱婷获得荣誉无数 她是近郎平之后 被遇为中国女排最伟大的排球运动员 更是被很多业内行家认可的 很多人用百年一遇的天才来形容朱婷 朱婷从初到以来带领中国女排获得无数荣誉 自己也得到了世界排队的认可 虽然朱婷拿的年薪没有国足多 但是朱婷的签名排球 肯定比国足签名足球珍贵太多了 编辑 梅长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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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